台中一名兩歲多就讀幼幼班的小男童 放學回家之後家長發現不對勁了 為什麼頭都是歪歪的 那麼斜頸歪頭 立刻呢到就醫 最後還住院長達六天之久 但是呢一時就診斷不出什麼原因 讓頸部無法護衛 而家長控訴 他們要求看幼兒園的監視器畫面 卻遭到拒絕憤而投訴 兩歲多的小男童嘴巴吸著奶嘴 走路時頭卻明顯往右偏 讓家長看了好心疼 男童母心說七月二十六號 小男童放學時發現頭部歪斜 無法復位 隔天前往就宜 家長控訴 他們要求要看幼兒園的監視器畫面 卻遭原方拒絕 八月一號決定通報教育局 人方回應沒有拒絕讓家長看監視器畫面 家長提出要看更多添出的影像 原方是有請工程師協助 畫面準備好了 卻無法聯繫上家長 雙方各說各話 已經在八月九日訪視相關的人員 並且正在調閱相關的資料 寒送醫療整合評估中心 評估傷勢的成因 強壓頭灌水 那這個強迫餵食 餵到學童吐 那強行拉扯小朋友進教室 因為學校在做防疫的部分 他們配合 所以我們的隔板 基本上就是都在桌子上面 就是餵他吃飯的這個動作是有的 所以也許是在角度的部分有一些 有一些誤會 明代在爆料 根據監視器畫面 教保員對待其他幼兒疑似有不當管教行為 原方否認 市府相關單位正積極調查中 記者劉海偉 蔡真順 張一志 黃金軒 台車報導